对 德文布克 德文布克在野球场上要求对手不要加急 而这事不光是特雷扬对他表示了支持 与此同时凯文·多兰特我们也看到 接连在社交媒体之上连续的力挺布克 说这就不应该加急 这就不应该干扰他在赛场之上进行个人技术的这种提升 怎么讲呢 多兰特说这话肯定也会引起一定争议的 因为我们清楚当初在野球场上 之前有一位教练也站出来说话 当初科比波兰特在这的时候 你别说是双人家级了 科比当时的表态这是什么呢 你别来俩人的 有能力你来杀人的 你最好五个人都上来 这是科比的态度 毫无疑问科比那样一种态度 布克这样一种态度 再加上多兰特力挺布克 那这会儿肯定是会引起正义的 我们清楚科比波兰特为什么说他是黑漫棒 因为他代表了漫棒精神 什么是漫棒精神呢 那就是甭管什么样的逆境 甭管说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的局面 但是呢 我是绝不认属的 我是绝对不服的 你能不服我 你多少人来 无所谓 我宁愿最终数 但是呢 我绝对得站着数 这就是科比布莱恩特的态度 对不对 你别说我是这个俩人家几了 当时我估计 这样说对面有人放话 我们一百个人放你如何 那科比你信不信 他都得硬刚 他就是这么投体 你一百个人 你一万个人来猜好呢 我就认输 我也不认输 这就是科比的态度 你要说野球场的家击 我你随意我照样打出表现 我面对这样一种家击 我一样也要有所窄些 这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说科比啊 他有时候这样一种精神 这样一种赛场之上的打法 风靡了全世界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球迷 这就是关键所在 他这样一种精气神啊 你别敢说 有时候投体 但是呢 一方面人家技术确实过硬 再有一方面呢 他这样一种气质呢 有点什么呢 用评书讲话 那是茅房拉屎的脸朝外的 就是我甭管什么样的困境 科比呢 就好像是 伸手伍子令 我全手就要隔扣你 你这个加击我 我也要撕裂加击 冲击来下 这就是科比的性格 因此呢 你说这件事吧 杜兰特力挺一下 这个德文布克 跟科比两者之间 这么一形成 这样一种交叉和对比呢 说白了 我感觉呢 杜兰特啊 他有时候呢 太在乎这个社交媒体 这么一种这个 与外界讨论的工具了 有时候呢 这个发言呢 他容易把自己 自身于这个 不利的环境当中 这就是现实情况嘛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 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今日头条APP中 搜索徐静宇 进入到我的个人主页当中 在专栏页面下 您就能够找到他了